在1月1號以前一定要進行茶廠完成 而且要有公開的透明的資訊給我們的人民 信誓旦旦明年元旦前一定要茶廠 衛福部長陳時中話隨這麼說 但就保證保鮮期卻只有短短4天 就被自家人一拳打得臉種種 我們對於豬肉的進口的相關的規範 那麼海外茶廠不是必要的條件 通常來自衛福部 怎麼換個人就像唱雙簧 答案180度變得不一樣 8月就宣布來豬肉進口 卻稱美國疫情嚴峻拖延茶廠進度 但臺美經貿會議照常開 經濟部政務次長陳正錫 照樣去美國 為萊豬赴美實力茶廠 卻是一拖再拖 更被質疑該不會就這樣來個茶廠法夾彎 沒有什麼轉環 從頭到尾我都一直講過 一直在洽談中 那基本上對於茶廠 在於去看這個場面的安全衛生 這是我們既定的方向 部長程序中急澄清 卻也沒把話說死 萊豬開放前的茶廠承諾 似乎快變空談 對比馬政府時期 對美牛的山館五卡 國民黨怒批 還有什麼理由不茶廠 政府說法反覆 絕對沒有辦法認同 承諾了要茶廠 結果後來才發覺說做不到 而又不能面對國人講說 他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說就派次長出來 想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那為了回應民意 我覺得有一些改變 是可以發生的 大家都還在努力當中 在野黨的指教以及監督 會讓台灣的食安變得更好 從上一回 另位次長薛瑞元 稱地方食安自治條例不檢討 明年將直接無效 到這回石窗糧對茶廠改口 秋豆才落幕 說過的話就被全盤推翻 程序中的左右手是拆穿謊言 還是眼看萊豬進口定了 乾脆實話直言 只有程序黎玄台北報導